做梦也没想到 中国的制裁会来得这么快 日前 我国科学家成功拿下世界最薄工艺 研发出厚度仅0.015毫米的手撕钢 奇迹扛得住40万次不停折叠的磨损 又薄如蝉翼 是全球当前制作折叠屏手机的最佳材料 面对华为的步步紧逼 苹果正计划推出折叠屏iPhone iPad来挽回丢失的市场份额 性能更优的手撕钢无疑能筑起一臂之力 谁曾想 我国随即宣布 永不考虑向欧美出口 消息一出 苹果市值一夜蒸发7660亿 2024年一时就迎来开门黑 相反 华为出货量遥遥领先 旗下Mate X五力压苹果出现多轮秒光 引发多个榜单热议 为何我国一该往日作风 忽然硬起了 落后就要挨打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只能解欧美淘汰下来的残词品 为了不再受制于人 山西泰钢的总工程师勇敢地站了出来 经过700次实验 国产0.02毫米手撕钢落地 谁曾想 老美仍旧不死心 仍旧对华为搞小动作 我们从不害怕打压 关键时刻 华为与山西泰钢牵手合作 再次投入紧张的研发中 是要让欧美搬起石头砸自己地角 不负众望 他们将手撕钢的厚度降低至0.015毫米 直接打破世界记录 苹果本以为中国会按照惯例轻拿轻放 结果等来了出口管制令 库克彻底傻眼了 华为趁机夺下51%折叠凭手机市场 并接连多次更新迭代 苹果连连败退 在医疗设备和生科领域 我们同样迎来胜利的凯歌 目前 国内已经攻克5.0T核磁共振技术 价格相比进口降低12倍 在北京协和 复旦中山等三甲投入使用 抛弃幻想 打铁还需自身印 国产0.015毫米手撕钢突破后 国际订单分支踏来 日期每年因此损失1.2万亿 欧美也想求购 但为保护关键技术 我国绝不松口 事实证明 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我们都在向世界证明 封锁和限制 对中国都不起作用与此同时 中国高铁 新能源汽车 C919等高端领域 相继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 而新的奇迹还在不断诞生 明年度及不断诞生 游州